第一章 扫地小丝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天蒙蒙亮 阳开就醒了 稍微洗漱一番便拿着墙角边的扫帚走出了独居的小屋 站在门口伸了个懒腰 看了一眼天际边浮现的一抹鱼堵白 闭目凝神享受了片刻的安宁 随即睁开眼帘舞动其手上的扫帚 埋头清理着地面的灰尘和落叶 一洗清衣 朴素干净 老成的一色平白将少年衬托得虚长几岁 阳开的腰杆如标枪一般挺得笔直 即便是在做着最底层的活 脸庞上的神色也一丝不苟 动作很沉稳 捏着扫把的双手并未用多大力 身子甚至都没多大摆动 只凭着手腕的转动 那扫把便如臂食指 由来忽去 随着它步伐的移动 地面上积攒的灰尘和杂物 神奇地跟着动了起来 仿佛平白长了两条腿 阳开是灵霄格的试炼弟子 三年前进宗门开始修炼 可直到如今 也只修炼到翠体三层境界 与他一同入门的师兄弟们 早就远远超过这个阶段 各得机缘败入门中高人 坐下飞黄腾达去了 他却只能望阳心叹 三年翠体三层 这等资质 已经不是用普通二字可以形容的了 简直可以说是平庸至极 没奈何 阳开只能在宗门内 接了个扫地的活 一边维持生计 一边苦苦修炼 灵霄格是个比较特殊的门派 这个特殊体现在 门下弟子竞争的残酷上 在这个门派内 有能力者上位 没能力者淘汰 弱肉强食这个铁律 在灵霄格内 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其他的宗门 或许还有些同门友情 手足情谊 但是在灵霄格内没有 想往上爬 唯有踩着那些所谓的 师兄弟们的肩膀 踏过他们的鲜血 如此才有资格 灵霄格门下致言 在整个大汉朝 都是赫赫有名 虽算不得什么超级大派 可门下弟子的争斗之残酷 却是首屈一指的 也正因如此 弟子们各个五风彪悍 外出行走江湖之时 先有人敢招惹 灵霄格有个规矩 十四岁以下弟子 无论是谁 从入门起 三年内算是试炼期 这三年时间 吃住穿行 借由宗门负责 弟子只管修炼便可 三年时间内 若能突破脆体期 便有资格败入宗中高手门下为徒 让这些高手教导修炼 当然 也可以不拜师自己修炼 但是修炼意图 有良师教导和自己摸索 那是截然不同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灵霄格这个规矩 倒有些自由 而那些三年内 没突破脆体期的人 要么离开宗门 要么被贬为试炼弟子 试炼弟子 便是杨开现在的身份 也是灵霄格内的耻辱 和普通弟子不同 试炼弟子的生存环境 更为苛刻 因为走到这一步 吃穿住行都要自己打理 宗门不会再往你身上 浪费任何一份修炼资源 而一旦被贬为试炼弟子 基本上此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除非在短时间内 实力大幅度上涨 令宗门觉得 你有可以投入的资本 整个灵霄格三千弟子 而试炼弟子有几人 不过实质之术 杨开有幸成为其中一人 试炼弟子 想在灵霄格内活下去 简直难如登天 就比如说杨开现在居住的小屋 那是他自己一根木头 一根木头搭建起来的 小屋顶上破了几个洞 都没时间打理 一到下雨天 屋内便积水难排 他的衣服是自己买的 他吃的东西是自己弄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负责 就连小屋的位置 也在灵霄格最偏僻 最无人问津的地方 如此糟糕的待遇 一般人很难忍受的下去 这也是灵霄格试炼弟子 数量之少的缘故 基本上过了试炼期 没有突破脆体境界的弟子 都会选择离开灵霄格这一条路 可是杨开留下来了 已经被人扫地出门过一次 这一次又怎能如此 几个月前被贬为试炼弟子之后 杨开便在宗门内 接了个扫地的活 维持自己的生计 可以说 杨开现在既是灵霄格的试炼弟子 也是灵霄格的扫地小丝 但这扫地的活 有时候也无法维持杨开的温饱 时不时地寄一顿饱一顿 风寒无人过问 日子过得凄苦伶仃 纵然如此 杨开也没有打过退堂鼓 人生在世 数十年华 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一直走下去 半途而废 可不是男人所为 杨开有一股任性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任性 天渐渐亮了起来 杨开扫了一会地 所过之处干干净净 杂陈清扫一空 扫地虽然不费什么力气 可一大早没吃没喝 就冻了这么久 杨开也是浑身冒着虚汗 这跟实力无关 完全是因为体质太差了 三餐中有两餐鸡 任谁处在杨开这个生活环境中 体质都不会好 身边渐渐围拢了一些林霄阁的弟子 这些弟子 个个都起了个大早 不去修炼 却围在杨开的身边 很多人都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杨开 更有人的目光甚是贪婪 就仿佛杨开 现在是个一丝不挂的大美女 香气逼人的香波波 而这些围惧在杨开身边的林霄阁弟子之间 也有一股紧张竞争的气氛在蔓延 警惕地打量着身边的师兄弟们 一个个面色不善 人群中有人面露不忍 轻声道 这么多人 有些过分了呀 当下便有人回道 你觉得人多也可以走啊 没人要你留下来 一句话便让那人善善不言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聚集在这里 都知道为什么要盯着杨开 现在就是在等那一刻的到来 实现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离去 岂不是太可惜 若能抢了头筹 今日就又是一笔收获呀 周旁的动静 杨开自然是知道的 只不过他的神色 一直未曾变过 这样的阵仗 自己每五天就要经历一次 一个月六次 实在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而且看眼前这人数也略少了一些 应该是还没全到的缘故 所以他一直在扫地 对周旁之人不管不问 一路走一路扫 随着时间的流逝 聚集在杨开身边的人越来越多 粗略估计 至少也有三四十人之多 杨开突然停了下来 就这么坐在道路中央 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恢复着自己大清早消耗的体力 一看这动静 围惧在杨开身边的所有人 立马散开 团团将他包围在中间 紧张竞争的气氛 陡然跋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仿佛连空气都不再流动了 谁也看谁不顺眼 却都期待无比地望着杨开 若叫不明真相的人看到此景 只怕会以为被包围在人群中的 是个绝顶高手 要不然 怎会出动如此多的人数来对付他 可实际上 杨开只是个脆体近三层的试炼弟子而已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比杨开厉害 杨开 你就别费心思 等会乖乖的叫我等坐趴下 大家也省时间不是 有人看杨开这样子 顿时有些不屑了 区区一个脆体三层 还恢复做什么 反正都是要输 倒不如干脆一些 何必如此苟延残喘 是啊是啊 杨开你好歹也体谅一下 诸位师兄弟的心情啊 大家跟你可不一样 打完这一场 我们还要去修炼呢 这话说的 好似杨开就应该被他们快速击败 搞得杨开现在恢复体力 也像是对他们的不敬望 杨开置若罔闻 犹如老僧入定 时间继续流逝 莫然 一声悠扬空旷的钟声响起 那是林霄阁的沉中 钟声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围距在杨开身边的弟子们 齐齐精神一阵 钟响九声 东方续日升起 又是新的一天 众人的呼吸陡然平息下去 眼巴巴地瞅着被围在中间的杨开 杨开缓缓起身 踢着手上的扫把 淡淡地扫了眼身边的一圈人 选我呀杨师兄 有人高声喊道 我下手很轻的 保证打得你不痛 放屁 选我 我会给你个痛快 一拳就结束 绝对不浪费大家时间 选我 选我 场中一片闹哄哄的 就如市场上的菜饭 在推销自己田地里的蔬菜 还比拼着谁更新鲜 杨开 你可没坏了自己定下的规矩 有人提醒出声 杨开轻笑 随手将拿着的扫把 往天上一抛 几十双眼睛 齐齐朝上看去 满是期待地等待扫把落地的瞬间 心中一个劲地祈祷着 选我 选我 时间仿佛变缓 扫把在半空中打了几个转 旋即落下 在地面上弹了弹 定格不动 扫把的前头 指向人群中 一位身形魁梧的少年 一片惋惜声响起 满是忧怨和不甘 反倒是那魁梧少年 哈哈一笑走出人群 抱拳冲众人笑道 诸位师兄弟 今日这一战小弟拿下了 还望诸位师兄弟莫怪 草 狗屎运 有人极度不已 怎么就选不到我呢 老子每五天都来一次 来了足足一个月了 杨开你故意的吧 别提了 我来了三个月了 一次都没被选到过 师兄 你比我惨啊 不惨不惨 看好戏便是 两师兄弟对视一眼 心领神会地笑了 场中 其他人已经散开 只留下杨开和魁梧少年 互相对视 试炼弟子杨开 翠体三层 杨开望着对方道 普通弟子周定君 翠体五层 魁梧少年自爆家门 林孝阁的弟子 也是分等级层次的 从下往上 便是试炼弟子 普通弟子 坐下弟子 精英弟子 核心弟子五大等级 周定君说自己是普通弟子 那便是 还未败入宗中高手门下 未得良师指点 若是突破翠体七 败入宗中高手门下 便是更高一级的坐下弟子了 再高一级的精英弟子 各个都是出类拔翠 是从坐下弟子中选拔上来的 而核心弟子 则是林孝阁下一代的希望 宗内可是将这些人 当成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虽然的弟子等级制度 看似不近人情 可却能很好地激发年轻人的血性 和竞争意识 这也是林孝阁残酷制度的根基 而让阳开被无数人争抢局面的根本原因 则是林孝阁的另外一个规矩了 挑战的规矩 本章完 第二章 撞破南墙不回头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林孝阁综归其一 林孝阁弟子 每一日拥有挑战机会一次 每五日拥有被挑战机会一次 战斗双方实力 不得相差三个层次 不得避战 不得窃战 为之逐出门墙 圣方依据对手弟子等级奖励相应贡献点数 富方依据本身弟子等级扣除相应贡献点数 贡献点数 也被称为宗门贡献值 这是林孝阁的特色 简单点来说 贡献点数在林孝阁就相当于金钱 只要有足够的贡献点 那便可以在宗门后勤处 兑换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丹药 秘籍 兵器 宝甲 凡是与修炼有关的 亦应皆可兑换 当然也可以兑换黄金白银之物 但普遍来说 宗门贡献值来之不易 一般弟子 是舍不得换取金银的 而宗门贡献值的获取途径也有许多方式 像宗门上缴自己寻宝所得 或者完成宗门给予的任务等等 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贡献值 最普通最简单的获取贡献值方式之一 便是挑战 挑战与自己实力相差 不到三层的同门弟子 圣之便可以获得贡献值 所以这一大早的 才会有如此多的人来 围着杨开 是人都知道 盯着软柿子捏啊 杨开之名 在灵霄阁内 也算是文明侠二 不单是因为他背负着稀少的 试炼弟子的身份 还因为 是他从进灵霄阁开始到现在 基本未尝一生 每次被人挑战 都是打输的结果 有心人自然记得 杨开上一次被挑战是什么时候 今日距离上一次 便是第五日 按宗规来说 又可以再次挑战他 对于这随手可得的贡献值 谁不掩馋 虽然打赢杨开 也没多少贡献值 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更何况 会挑战杨开的弟子 也不是什么富裕高贵之辈 那区区些许贡献值 他们自然不会嫌少 场中 杨开和周定军已经拉开了架势 其声道 请指教 话虽这样说 可任谁都知道 杨开今日 又免不得要被一顿宝揍了 话音落 杨开便抢先攻了上去 单薄瘦弱的身躯 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一步跨出 握拳倒向周定军的胸膛 攻击简单直接 拳头虎虎生风 仿佛一身的戾气 都被灌入其中 这一拳 正是林霄阁底层弟子 每个人都修炼过的长拳 这套拳法并不深奥 只是用来给弟子们 强身健体所用 招式自然简单 周定军不慌 面含微笑 实在是因为他的境界 比杨开要高出两个层次 这场战斗 本就没什么悬疑 当杨开的拳头即将到来之时 他才宛若闲庭信部的一扭身 魁吾的身子 此刻竟显得有些灵动 拳头擦着衣服打出 魏伤周定军分毫 不等杨开收拳 周定军已经一肘 刻在杨开的前臂上 同时 膝盖微微往上一台 正中杨开的腹部 杨开闷哼 强忍着钻心的疼痛 脚步一挫 匆忙后撤 显之又显得 避开了周定军紧随而来的第三季 周定军诧异 他没想到 这个只有脆体三层的师兄 尽料敌先机 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对付他 倒让自己一举击溃 他的计划被打乱 但这小小的失误 并不影响大局 周定军念头一转 便如影相随 想趁杨开喘息之际 彻底结束这场战斗 哪知他前脚刚动 后退的杨开 却又猛地扑了过来 两道人影迅速接近 周定军看到了杨开眼中的不屈 和高昂的战役 杨开的拳头紧握 又是一记长拳 糟了 周定军心头一跳 知道中了对方的诡计 自己的实力 虽然比这个师兄要高两层 可论战斗经验 却有所不如 但 即便重计又如何 周定军气沉若渊 不再躲闪 同样以长拳环之颜色 碰碰两声轻响 杨开飞出 周定军身形一晃 依然站定 面色有些凝重 刚才这一下 如果是同等级的对手施展出来的 那飞出去的 绝对是自己 别人或许不知道 这两拳的奥秘 但自己 却是感受得清清楚楚 这个师兄的拳头 竟然比自己还要快上吉许 也就是说 是他先打中了自己 自己才打中他的 只不过 他的拳头远不如自己有力气 而且自己 又身强体壮的 反观对方甘瘦如柴 身形淡薄 脸如菜色 明显营养不良 抗击打能力 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才会出现眼前这种结果 叶师兄 承让了 周定军心里挺不适滋味 比落后自己两层的对手先击中 实在不是什么好骄傲的事情 虽然这场战斗自己赢了 可总觉得有些赢得不是味道 旁边有窃窃私语之声传来 这人以为自己赢了 哈哈 难不成他没听说过杨开的大名 就跑来挑战 这可真是有意思 周定军眉头一挑 他确实不是很了解杨开 只是常常听人提起这个师兄 今日路过剑 许多人围着 便参与了进来 却没想到运气超好 直接被杨开选做了对手 可这难道不是赢了吗 自己一拳将这师兄打飞 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 按宗盟规矩来办 对方也该认输才是 因为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再来 正想着的时候 飞出去跌倒在地的杨开 竟然已经站了起来 眼中非但没有丝毫气馁 战役反而更浓郁了一些 只是被打了一拳之后 那满是菜色的脸 已经有些微微苍白 不等周定君答话 杨开竟又冲了过来 在距离周定君不足三尺的地方 身子突然微微一弹 双腿如长鞭一样扫了过来 席向周定君下盘 鞭腿 同样是林霄阁底层弟子 每个人都修炼过的基础功夫 只是此刻竟由杨开施展出来 竟让许多层次远高于他的同门 都若有所得 原来这鞭腿 还可以这样踢的 没等众人感慨 一声碰得轻响传出 杨开再次飞起 两个层次的境界落差 身体素质的差距 让杨开根本无法与周定君相抗 周定君这一拳 是打在杨开的小腿骨上 等杨开再站起的时候 步伐近微微有些蹒跚 显然是骨头被打伤了 再来 杨开咬牙 眼中似有熊熊烈焰燃烧 碰 杨开飞出 再来 碰 杨开在飞出 已经有不忍观看之人提前离去 更有人唏嘘不已 这杨开这股任性 实在是没得说 哪一次挑战不把他打晕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这话传入周定君耳中 他不禁心头苦涩不已 没想到 自己这次挑战的是 这样一个疯狂的对手 杨开足足被打飞出去七八次 脸颊高肿就连眼眶都被打黑了一拳 步伐亮枪 看似风吹击倒 可依然顽固如磐石 从哪里跌倒 便从哪里爬起 喊一声继续往前冲 如此反复 周定君终于色变 你疯了 再不认输 会死人的 本章完 第三章 连败一百四十七场的男人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林霄格弟子内斗 每年死掉的人也有不少 但是周定君望着眼前 这个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的师兄 心中 也不禁微微有些惊动 一身处之 周定君自负做不到这种程度 恐怕察觉不敌 便会认输了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这是处事之道 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是一种坚持 眼见杨开身形狼狈 可眼中战意越来越强 周定君知道不把他打晕过去 今日这事算是没完了 一念至此 周定君挥手一掌刀 砍在冲过来的杨开颈鼓上 杨开凶猛的气势顿时一散 双眼失神 浑身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见到此景 十数帐外一棵大树树冠上站着的人 掏出一本小册子 随手翻开一页 上书 试炼弟子杨开 对战普通弟子周定君 周定君胜 这站在树冠上的人 身段恶挪 显然是个女子 只不过黑纱蒙面 叫人看不清真容 但那清秀的眼眉却表明 此人年纪不大 而这人臂膀上佩戴的一片落叶臂章 却表明了此女的身份 林霄阁的暗堂弟子 林霄阁暗堂 是个特殊的机构 归属宗中三长老负责统侠 堂内弟子负责记录宗中大小事宜 包括弟子之间的决斗胜负 所以 在林霄阁那挑战 不用担心自己胜了 还得不到贡献点 隐藏在暗处的暗堂弟子 定会将战绩记录下来 每月会总统筹 这暗堂女子记录完这一战的胜负之后 又从腰间摸出另外一本更小的册子来 打开来看了一眼 上书 继合十四年五月初期 阳开第147战 败 除去这一行星天的字迹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所有阳开对战的结果 统统都是在什么时候递多少多少战 结果无非一个字 败 连败147场无一胜计 这简直可以说是自灵霄阁开宗历派以来 绝无仅有的一份战绩了 这份战绩 足以惊天地弃鬼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这战绩的缔造者 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不知生死 阳开从未去挑战过别人 这147场 全是别人来挑战他的 也就是说 每五日被挑战一次 这种日子 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了 望着底下的阳开 下宁长袖眉微皱 他有些不明白 阳开为何会坚持到这种程度 已经被贬为灵霄阁的试炼弟子了 连自己的生存温饱都成问题 他为何还留在灵霄阁 如果离开这里 他的生活肯定会好上许多 这个身形单薄的少年 心中到底有怎样的一份执着 让他能连败147场 也依然毫不气馁 或许 这是男人的愚蠢 注意到阳开也是偶然的巧合 下宁长身为暗塘弟子 被安排负责监察这一片区域 阳开每一次被挑战 每一次被打晕他都看在眼中 一次两次还没什么 次数多了 下宁长便开始注意起 这个只有脆体三层的少年了 他很想知道 以他的毅力 到底会坚持到什么时候 才离开灵霄阁 这样的资质 这样的修炼速度 根本不适合留在这个江湖 普通人的世界 才是他的归宿 底下已经取散人静 只剩下阳开一人昏倒在地 人来人往 时间流逝 下宁长身形一晃 已经消失在树冠之上 当阳开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杆 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疼痛 步伐蹒跚起身 阳开左右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 竟已不是昏倒的位置了 而是在附近一棵大树的阴凉底下 这可真是奇了 难道今日有哪位侍兄弟 善心大发 把自己背过来了 这在以前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阳开皱眉挠头 隐约记得 在一世模糊间 有个朦胧的身影 在眼前晃来晃去的 但这记忆实在太模糊 怎么想也想不清楚 但是在自己现在立足之处 与昏迷的位置之间 有一道很明显的拖动痕迹 而这痕迹 分明就是拖动一个人 在地上摩擦出来的 再一感受下自己的后背 顿时一片火燎燎的疼痛传来 阳开愣了一下 玄机大怒 对这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恩人 心存的一丝好感 瞬间消失 这人定是直接把自己 从那里拖过来的 否则自己的后背 怎会被磨破了血皮 还不如把自己丢在那里 不管不问 阳开心想 正郁闷间 阳开突然发现自己的右手 好像还攥着什么东西 疑惑之下低头看去 却见一个做工精细的小瓷瓶 正握在自己手上 这是什么 这个瓷瓶绝对不是自己的 阳开身无常物 除了一身衣衫 就是扫地的扫帚了 哪里会有这个 小瓷瓶上贴了个标签 标签上有字 阳开定眼看去 嘴上喃喃出声 宁血趋于膏 宁血趋于膏 阳开还是知道的 这是林霄阁治疗外伤的膏药 虽算不得什么绝世良药 可对外伤却有显著的疗效 一般弟子每个人都会 随身携带一瓶 以防不测 而就是这样的一瓶膏药 在林霄阁后 勤出的售价也不菲 十点宗门贡献之一瓶 阳开扫地一个月 能得到多少贡献 正是区区十点 也就是说 手上这一瓶膏药的价值 等同于阳开扫一个月的地 是谁 此时此刻 阳开心头不禁一阵凶猛的感动涌过 背后的疼痛 也骤然减轻了许多 来到林霄阁已经三年了 三年时间 阳开见惯了这个宗门弟子之间的薄情寡义 见惯了事态炎良 但是在今时今日 竟有人会在自己受伤之后 留下一瓶宁血趋于膏 这种做法 深深地触动了阳开 原来 这个宗门的弟子 也并不全是梁博之人 或许 这样一瓶外伤膏药 对那人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是对阳开来说 却是眼下最需要的东西 有一句话叫 滴水之恩 莫齿难忘 他日腾达 涌泉抱之 阳开一边感动 一边使劲 回想着那身影 却是越来越模糊 反倒是一缕缕淡淡的清香 萦绕在鼻尖 久久不散 这药原来是香的 阳开顿时长了见识 平复了下心情 整了整衣衫 珍重地将这一瓶 凝雪曲淤膏 塞进怀内 阳开提着手上的扫把 继续自己扫地的工作 去了 里里外外都扫过 一直忙活到了晌午时分 今日的工作才算完结 拖着疲倦饥饿的身躯 阳开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早上打了一架的伤势还没处理 阳开虽然饥饿 却也只能忍着 先处理伤势再说 拖去身上的轻衣 阳开端来一盆清水 洗着身子 若是有人在一旁 看到阳开的身体状况 定会大吃一惊 阳开的身子骨 很弱 瘦骨伶仃 腹间的肋骨都清晰可见 浑身上下 仿佛都没多少肉 但就是这营养不良的身子上 却是处处淤青 处处伤痕 几乎没有哪一块地方是完好的 每五日被人挑战一次 每次都是战败 每次都是被打晕 旧伤未退 以天心伤 换作任何一个人 恐怕都无法忍受这样的疼痛 但是阳开忍住了 不但忍住了 还每日修炼扫地 根本未被这些伤势影响 本章完 第四章 黑书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将身子洗干净后 阳开才拿起那瓶凝血曲糕 放在鼻下轻轻嗅了一口 发现这药果然就是香的 不由一阵神清气爽 摇头晃脑 揭开瓶盖 从瓶中扣出一些 正欲往受伤的地方抹去 阳开的动作却又一顿 急忙忙又去端了一碗水来 将手指上的膏药放进水中 仔细地搅匀 这才开始用这吸湿后的药水 处理伤势 凝血曲糕 对于外伤的疗效虽然不错 可经过这么一吸湿 功能怕是要大打折扣 但是阳开手上就这么一瓶膏药 自然是要省着点用 一碗药水耗完 阳开也总算将伤势处理完毕 不过让他有些疑惑的是 这凝血曲糕的味道 跟之前闻起来的 有些不一样 不淡不香 反而还有些辛辣 穿好衣服 从灶头上 拿起一块黑乎乎的烤山芋 胡伦而下 阳开一头倒在了床上 沉沉睡去 屋顶上几个破洞射进来的光线 让小屋显得有些明亮 屋内的陈设简单至极 仅有一床 连桌椅都没有 甚至那床上 也只有一块桌面大小的陆皮被褥 一块方方正正的黑石枕头 这便是阳开的全部家当 陆皮被褥是阳开有一次裂到一头鹿 包皮轰制的 虽然不厚 却正好预寒 而那黑石枕头 是阳开有一次离开灵霄阁 竟往灵霄阁后的黑风山脉中 打猎捡刀的 这块黑石方方正正 长一尺 厚三尺 看起来像是石头 摸上去却不似石质 也没石头的重量 阳开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玩意 反正拿来当枕头 却是再好不过 便没再纠结于他 这个黑石枕头 阳开已经足足枕了一年多时间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枕着他 总是很好入睡 睡梦中 阳开梦到了今天的一战 一次次被那个周定君州师弟打飞出去 一次次地站起来 心中的不屈和坚持在发酵 胸口一股热血翻涌 随着梦境的继续 胸口热血翻涌得越来越厉害 睡梦中的阳开 脸色痛苦 可神色却坚毅无比 心中自有一股执着 哪怕脚烫刀山 身间火海 也是怡然不惧 睡梦中的阳开 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脑下枕着的黑石枕头 此刻竟然散发出一股深幽的光芒 伴随着阳开心绪的起伏 这光芒越来越胜 梦中 阳开继续清晨的遭遇 被周定君屡次打翻在地 当他地千百次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 心中发酵的不屈和坚持 顿时爆发 一往无前地冲去 狠狠地将周定君撂倒 周定君倒地的瞬间 他的样貌一阵模糊 竟幻化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一刻 阳开心绪平静了下来 并不是因为在梦中击败了对手而平静 而是因为战胜了自己 战胜了自己心中的胆怯和屈服 一种淡淡的感觉油然而生 仿佛天下间再无任何事 任何人能让自己屈服 现实中 阳开脑下的黑石枕头 猛地爆发出一团黑光 这黑光打着转从黑石中冒出 在半空中晃荡几下 顺着阳开脑门百慧穴钻了进去 瞬间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股苍凉亘古的蛮荒气息降临 好似海浪之潮 崩雪之危 任何一个人在这股气息面前 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阳开猛地睁开了眼睛 浑身大汗淋淋 一阵心有余悸 它是被那股气息惊醒的 定下神来 阳开甘笑一声 自己做梦 竟然会把自己吓到 实在是有些无稽 揉了揉脸 透过屋顶上的光亮 判断着现在的时间 顿时有些懊恼 自己这一睡 竟然睡了两个时辰之久 眼看着就要傍晚时分了 匆忙起来 将身上的露皮 被褥掀开 仔细叠好 又正了正黑石枕头的位置 正欲下床 阳开却是眉头一皱 扭过头正正地 看着黑石枕头 感觉好像 手感不一样啊 疑惑之下 阳开又伸手将黑石枕头 拿了起来 这一掂量 确实发现不一样了 这东西 竟然变轻了许多 奇怪了 一块石头 怎么突然变轻了 阳开随手抛了抛 这一抛 顿时抛出问题来了 就好像是一本厚重的书 被丢到半空中 书页哗啦啦散开 阳开瞠目接舌之下 竟忘记伸手去接 啪的一声 黑石枕头掉在地上 阳开仍不敢相信地望去 赫然发现 这黑石枕头 竟然真真的跟一本书一样 摊开在地上 这不是石头吗 怎么突然变成一本书了 黑石枕头 被阳开枕了一年多 他是什么样子 阳开再清楚不过 以前也没发现 他是一本书 怎地今日老乌龟脱马甲 转脸 就变蛇了 两久 阳开才弯腰 将这本黑书捡了起来 入手的瞬间 阳开心中平白 生出一股血脉相容的感觉 仔细地翻看了一遍 阳开不得不承认 这黑石枕头 果真就是一本书 厚厚的书皮 厚厚的书页 但让人无语的是 这本黑书上 没有一个字的记载 空荡荡一片 而且 这书页的质地 也让阳开看不透 自己用手轻轻撕了一下 竟然还撕不裂 这可真是有意思了 自己整着他一年多 竟然直到今日 才知道他的真面目 但这样一本无字黑书 有什么用 阳开转来转去地查看 一无所获 鬼使神差的 阳开翻到了第一页 不幸邪地怒瞪双眼 使劲盯着空无一字的书页 只不过片刻功夫 阳开赫然发现 眼前的书页上有了些许变化 正名神间 那在刚才睡梦中降临的蛮荒气息 再次出现 一行烫金大字 渐渐浮现在阳开眼前 以血为瘾 今生降临 神功不成 今生不灭 这股气息直冲心扉 阳开猛地合上黑书 手脚忍不住地站立不已 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稍微平复下心情 这黑书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阳开并不知道 阳开只知道 自己从黑风山脉中捡来的这个东西 恐怕大有来历 沉默了两久 阳开才再次打开黑书 这一次 一眼便看到第一页书页上的那几行烫金大字了 原来不是梦啊 渐渐的另外几行字也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傲骨精深 霸者恒兰 不屈之魂 方能详之 八详三十二个字 占据了整整一个书页 给人一种上天下地 唯我独尊的感觉 就好像那些字也充满了森森霸气 本章完 第五章 傲骨精深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三十二个字的意思很好理解 阳开自然看得懂 但黑书的来历不清不楚 倒让阳开有些忌惮 万一这是什么陷阱呢 想到这 阳开又是一阵善效 自己现在不过是个林霄格的试炼弟子 谁会费尽心思来对付自己啊 不过从后面几行字的字面意思来看 黑石枕头之所以会转变成黑书 恐怕和今日自己的那个梦有关 自己枕了他一年多都没有变化 偏偏今日变成了黑书 与自己梦中的心境转变 是脱不开关系的 正是因为自己的转变 才促就了黑石枕头的变化 既然是自己促成了黑书的诞生 那这黑书便是应我而生 我便是这黑书的主人 一念至此 阳开不再迟疑 黑书上的字迹 分明是要自己滴血为瘾 抱着试一试的念头 阳开伸手入口 狠狠地咬下 然后将手指伸向黑书第一页 鲜血滴滴答答地滴落下去 初始还没什么动静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黑书上净荡起一层层黑色的光芒 阳开本就身体不好 今日又受伤在先 一番折腾之下 竟有些头晕目眩之感 但阳开咬牙挺住了 鲜血依然在流逝 书液上的光芒也越来越盛 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 阳开险些没晕倒在地 书液上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那涌出的黑色光芒 一阵蠕动收缩 竟在书液的正中间位置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漩涡 紧接着 漩涡内一抹金光乍现 阳开努力维持头脑的清醒 紧盯着眼前的动静 黑色漩涡中 一个增量圆润 金光灿灿的东西 渐渐升了起来 阳开震惊了 这书液中 真的是有东西啊 虽然在决定低血的时候 阳开也是有些期待 可并没想过 真的会成功 可现在 眼前的一切都 说明书液上 那三十二个字 并不是假的 低血微影 金身降临 到底是什么样的金身 阳开苍白的脸上 满怀期待 片刻后 当那增量圆润的东西 彻底呈现在阳开眼前的时候 阳开不由吞了一口口水 绕时他想象再怎么丰富 也没想过 金身竟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大约 只有半尺高的金色骷髅 而最先冒出来的增量 竟是这个骷髅的头骨 金色骷髅 就这样悬浮在黑书的书液上 盘膝而坐 分明就是一副打坐入定的姿态 他的每一根骨头 都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将阳开的小屋 映照得金碧辉煌 书液上的黑色漩涡渐渐消失 一切归于平静 阳开看着这离奇出现的金色骷髅 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书液上只说了 如何让金身降临 却没说降临之后该怎么处理 看着看着 阳开顿时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面前这个金色骷髅 分明没有眼睛 阳开却觉得 他好像在打量自己 他也分明没有嘴巴 可却在嘲笑自己的弱小 察觉到这一点 阳开大怒 一把朝金色骷髅抓了过去 区区一个小骷髅 竟敢如此嚣张 哪知他才刚一动手 金色骷髅就迎面就飞了过来 直接穿过阳开的手 印在了阳开的胸口处 这是极其惊悚的一幕 一个骷髅撞在阳开身上 随即金光大胜 金色骷髅直接化为点点荧光 从阳开四肢百孩的毛孔中渗入进去 刹那间 遍体疼痛 这种痛不是一般的疼痛 而是来自骨髓深处的痛 阳开惨乎出口 直接跌倒在地 身子弯成虾米状 一阵阵静磷 自己的浑身骨头 好像在这一瞬间都粉碎了 阳开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这不是错觉 如果阳开能内饰的话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骨头 真的粉碎得干干净净 而在每一根粉碎的骨头旁 都有一层金光包裹 不断地修补着碎裂的骨骼 但修补的速度 远远比不上破坏的速度 刚修补完成 便又被粉碎 人的骨头中包裹着骨髓 骨髓中有神经 任何细小的触碰 都能带来莫大的伤害 可以想象 阳开此刻遭受着多大的磨难 他并不是身上哪一根骨头断裂了 而是全身上下没一根骨头 是完好的 换作旁人 就算实力比阳开高上千百倍 此刻恐怕也会昏迷过去 但是阳开没有 剧烈的疼痛 反而让他的头脑更清醒了一些 这代价便是感受到的疼痛 千百倍的放大 惨绝人寰的叫声 从小屋中传出 不远处正在行走的林霄阁弟子 吓了一跳 忙不择路地逃掉了 冥冥之中 阳开仿佛感应到一个信息 一个由今生带来的信息 消灭阳开的意识 强占这具身体 阳开哪肯答应 纵然无法动弹 也努力维持着意识的清明 绝不让今生纠战雀巢 今生同样不惧 一遍遍地粉碎阳开的骨头 折磨他的神经 好让他就此昏死过去 一个是傲骨今生 一个身具不屈之魂 谁赢谁赴 不到最后关头 根本无法见分晓 阳开知道 这一次是真正的生死攸关 不像与宗内师兄弟们的挑战比试 若是挺不过去的话 那这世上就再也没有阳开此人 所以必须得挺过去 纵然再痛也得忍着 阳开的意识 今生的破坏力 两者之间展开了一场艰辛的拉锯战 而战场正是阳开的身体 你来我往 彼此毫不退缩 绝不忍让 随着时间的流逝 阳开赫然发现 那种无法忍受的疼痛 竟然慢慢减轻了 不由精神大震 精神抖擞 这也难怪 精神粉碎阳开的骨头后 又一次次第修补 在这破而后立的过程中 已经让阳开的身体 具备了精神的因素 阳开的骨骼越来越强 而精神的能量越来越低 此消彼长之下 疼痛自然减轻许多 一旦等到精神完全融入阳开体内 那这场战争就会结束 胜利的天平 渐渐地再朝阳开这边倾倒 无法忍受的疼痛 慢慢转变成可以忍受 再转变成疏养难耐 再转变成舒畅无比 这种感觉就像是醍醐灌顶 让人浑身亿万毛孔 都情不自禁地舒张开来 察觉到体内精神 还有一丝负予顽抗 阳开怒骂一声 意识中一鼓作气 冲起碾压了过去 体内终于平静下来 耳畔边仿佛响起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中饱含着欣慰 还有一丝如是负重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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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发新书的作者 都有共同的毛病 那就是不停地刷新作者后台 刷新新书页面 看看收藏有没有涨 推荐点击有没有涨 有没有人投评价票 有没有人打赏 这几乎是一个魔杖 持续一个多月的魔杖 每一位书友的点击推荐和收藏都能让我们欢欣鼓舞 每一张评价票和一份打赏都能让我们心潮澎湃 小莫 求知 望各位好汉女侠垂帘 本章完 第六章 宝马配好安 美女赠英雄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一直在地上静静地躺了一个多时辰 杨开才站起来 刚才那一番折腾 已经耗光了他所有的气力 回想起一个时辰前的点点滴滴 杨开宛若置身梦境 实在有些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悄悄地掐了自己一把 感觉有些疼 到底怎么回事 那本黑书又是什么来头 杨开喃喃自问 有些理不清头绪 等到静下心来的时候 杨开顿时发现自己有些不太一样了 本来自己三餐不饱 每五日还会饱受一顿毒打 身子骨一直很弱 可是现在杨开却清楚地察觉到 自己这一身骨头中 蕴藏着勃勃的生机 一股温热的能量 从那儿外的徐徐散发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稍微动了动 体内骨头竟然传来一阵 噼里啪啦 清脆悦耳的炸响 好似能奏起一曲绝音 而且身上也不疼了 今日被周定军打伤的地方 也仿佛痊愈 察觉到这一点 杨开赶紧撸起袖子 掀开衣服仔细查看一番 发现身上原本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势 竟全部不见 甚至连那些成年旧伤 也有痊愈的迹象 就是依然甘瘦如柴 伸手在那些原本伤势存在的地方 微微一搓 死皮素素而下 露出里面心嫩的肌肤 虽不似婴儿出生 却比以前要健康许多 嘶 杨开倒吸了一口凉气 浑然没想到 那融入自己身体的骷髅精深 竟有如此强大的恢复能力 在感受一番自己的实力 发现依然还是脆体三层 并无变化 这个发现 倒让杨开 未免有些小失望 江湖典故 前辈秘新这一类故事 杨开自小就听得多看得多 知道这世上 有许多负责身后之人偶获奇遇 从此于月龙门 成就无上为名 但那毕竟只是故事而已 真正能得到奇遇 而改编录录一生的 整个天下又有几人 那些前辈高人实力越强 越是不忍自己一事修为随土而葬 总会在临终之际找到一波传人 所以 想要跳个牙钻个山洞 就就碰到奇遇的事情 基本不可能发生 但是眼下 这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神秘黑书 必定是大有来历的 傲古今生 也是土地爷放屁 不同凡响 这可以说是自己的奇遇 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黑书第一页上 最后四句话 明白着写了 傲古今生 霸者恒蓝 不屈之魂 方能详之 如果黑书不是被自己得到 而是被其他人捡去 也绝对无法窥探到其中的奥秘 只会被当作垃圾埋态了 正是因为被自己捡到了 在头下整了一年 感受到自己体内的不屈和坚韧 黑书的秘密 才在今日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事情 确实是自己的奇遇 但却是通过自己的能力 获得的奇遇 想到这里 杨开顿时一阵舒畅 正所谓宝马配好安 美女赠英雄 黑书呢 杨开默然想起 那被自己整了一年的宝贝 不由急忙寻找起来 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正交集间 身体内似是隐隐有所动静 下一刻 黑书便突兀地出现在杨开眼前 啪地掉落到地上 杨开愕然 伸手捡起 眉头紧皱思索了片刻 心面一动 黑书游得从手中消失不见 再一动 黑书又出现了 这一幕仿佛像是耍把戏的辩戏法 可杨开的脸色却凝重无比 因为他切实地感受到了 黑书竟能按照自己的意念收入体内 这本无字黑书的材质难不成 是震魂石 杨开一句话说出口 差点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震魂石啊 那可是属于传说中的逆宝 唯有在亿万阴魂聚集之所 九阴不见天日深渊 汲取无数生灵之力 才有机会形成的奇异石头 有句古老传言说的 便是这种东西 方寸一黑石 涂炭万万里 生灵不能静 寸草休想生 这话有些夸大其词的味道 一块方寸大小的震魂石 哪里能涂炭得了万万里疆域 但这种离奇的石头形成的过程 确实残忍血腥 但凡靠近其周边的生命 皆会在第一时间倒闭 而其形成的岁月也无比漫长 短则数千年 长则上万年 形成过程暂不追究 但一旦震魂石形成 那便是无上之宝 因为这东西有很奇特的能力 那便是可以被人收入体内 而且 还可以在石内开辟出一个独特的空间 这个空间可大可小 用于储藏东西 是再好不过 阳开虽然只是林霄格的试炼弟子 身份卑微 但本身见识并不差 更何况震魂石的传说流传了这么多年 任谁都听过的 刚拿到黑书的时候 阳开还没想到这一层 可现在见他 竟能被自己收进体内 再联想到骷髅精神从书液中冒出 那还会认不得黑书的才智 阳开当场就大汗淋淋了 震魂石这东西只存在于传说 早就绝迹于世 却没想自己竟然能遇到一块 而且是这么大的一块 传说中的那句话 说的只是方寸大小的震魂石 即便只有这么大 那也是价值连成了 可自己眼前这个 竟被人制作成了一本无字黑书 长一尺 厚三纸的黑书啊 这价值 无可估量 这是要是传扬出去 莫说区区一个林霄阁 便是整个大汉王朝 恐怕都会在一夜之间被人踏平 阳开不仅感觉手上滚烫滚烫的 心头惊悚之际 也不忘抹一把汗水 幸亏这东西能收进体内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身怀如此逆保 阳开也不敢不小心 连忙做贼似的 把房门给关上 躲在屋内一颗心碰碰乱跳 阳开兴奋难当 却又坠坠不安 自己现在实力如此之低 也能守护得了这等重宝 虽说无字黑书 可以被收入体内 不予暴露的危险 可阳开总归是心中没底 唯有修炼 唯有变强 才能保得住自己的东西 想起三年前的遭遇 阳开惶恐的眼神 渐渐冷静下来 自己千里迢迢 颠沛流离 来到这灵霄阁 不就是为了修炼吗 既然自己得到了无字黑书 不妨就从他身上下手 黑书第一页 给了自己傲骨精深 虽然不知他 到底有什么用 但想来绝对不会差 而且 黑书还有那么多书页 难不成只有一句精深 本章完 第七章 脆体近四层 气感诞生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早起求几张票 阳开今年虽只有十五岁 可自从三年前经历了那一场大难之后 心性便比童年人要成熟许多了 也正是因为那一场大难 才魔救了他坚韧不屈的品格 所以 阳开很快便镇定了下来 坐在床檐边手捧着无字黑书 仔细地查看着第一页 确认这第一页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之后 阳开才缓缓地掀开 翻到了第二页 有了先前的一次经验 阳开这次的动作就显得轻车熟路了 瞪大一双眼睛猛盯着黑乎乎的书页 扮上之后 一如第一页上的烫金大字再次慢慢浮现 傲骨精深 脆体偏 阳开的心情不禁有些起伏 事情果然如自己猜想的那般 这本黑书每一页 恐怕都隐藏了一些东西 几乎是想都没想 阳开一门心神 全投入到了无字黑书第二页上 刹那间 黑书上的烫金大字 仿佛变成了一条条活鱼 从书页上窜了出来 换成漫天晶影 直朝阳开的脑袋处钻来 等到晶影消失 阳开只觉得自己的脑海中仿佛多了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正是刚才那些晶影带来的 平复下心头激动的情绪 阳开闭上眼睛 开始消化脑海中的知识 其实也不需要消化 这些随晶影而来的知识 此刻就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 自己意念一动便浮现了出来 而且还理解的圆润自如 融会贯通 这就是脆体片啊 阳开喃喃自语 他发现 这其实就是一套拳脚之术 一套看起来比较简单 实则深奥无比的拳脚之术 而且 这一套拳脚之术修炼的时间 也有严格的要求 竟是需要在续日东升之际 才能修炼 也就是说 每日顶多也就只能修炼半个时辰而已 现在 不过才刚入夜时分 要到天明的话 至少还要等上五六个时辰 阳开折腾一天 又只吃了一个烤山芋 肚子饿得咕咕响 虽然身须体罚 但得了无字黑书这等宝贝 精神却是亢奋非常 一时半会睡不着 便开始研究无字黑书的第三页了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无论他怎么查探 始终不见第三页都什么变化 看着看着 竟就这样睡着了 等阳开再醒来之时 正是旭日东升之前 黎明前的黑暗最是深忧 万籁俱静 整个林霄阁都静悄悄的 偶有虫鸣鸟叫船来 却是早起的鸟找吃食了 心中有事 阳开连忙从床上爬起 来到小屋前垂手而立 深吸几口气 让整个人都慢慢放松下来 东方一抹鱼堵白乍现 阳开睁开了眼睛 意念中 脆体片的那一套拳脚之术 已经演练了无数遍 立马轻车熟路地拉开了架势 双手成掌 动作轻柔缓慢 一左一右朝前推去 再由地一收 揽天地于胸襟 搓忘物于掌尖 脚踏神舟大地 启吞日月星辰 左脚迈出 直尺便是天涯 右脚轻移 一步黄泉幽冥 呼吸间 却又生机勃发 宛若春天里百花开 春意盎然 春去下来 烈日悠悠 和香阵阵 秋风萧瑟 金黄朔果 沁人心扉 凛冽寒风 呼啸来去 挨挨白雪 银庄素果 阳开的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缓慢施展的拳脚 仿佛也被压上了万斤巨石 无论如何 也施展不开了 伴随着一阵咔嚓的脆响 阳开脸色一白 猛地亮呛了一下 险些跪倒在地 虽然在脑海中演练了无数遍 也知道 这套拳脚之术绝对不简单 可阳开万万没想到 这脆体片竟然玄妙到这种程度 刚才那短短的片刻时间 阳开感觉整片天地都压在自己身上 而自己却能在这巨大的压力中感受到人世间一切感觉 这脆体片练得不是拳脚 练的是沧海桑田 生老病死 练的是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练的是悲欢离合 阴晴圆缺 缓慢的一拳一脚中 无不牵动着天地之力 饱含着神庙的规则奥妙 刚才阳开只不过是推出了六掌 走出三步而已 还不及这脆体片百分之一的进度 就已经难以为继了 那咔嚓一声脆响 甚至是从自己的脊椎中传出来的 倒让阳开误以为自己的骨头都断了 连忙感受一下 却发现 背后只是有些疼痛 并无大案 定了定心神 阳开再次拉开架驶 施展出脆体片的套路 刚才没有心理准备 阳开心神恍惚 感受得还不太清楚 这一次有了前车之鉴 阳开自然是摒弃凝声 谨守心神 伴随着拳脚的缓慢舞动 阳开再一次感受到 刚才的那种意境 而且比这刚才更清晰许多 胸口处五味杂沉 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不但如此 随着套路的展开 自己的拳脚 竟是越来越重 仿佛置身于水底 尖心晦涩 难以展开 咔咔的声响不绝于耳 阳开每一个动作 都能让浑身骨头放鞭炮式的炸响 钻心的疼痛从全身各处传来 阳开却是不为所动 坚韧的毅力在这一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眨眼的功夫 阳开便汗出如浆 双手双脚站立不已 宛若天与地的重量都夹诸在身上 沉重万分 心中一股坚持在激荡 体内漠然一股温热传来 徐徐散发 浑身的疼痛也在这一瞬间减轻不少 阳开精神大振 更加专心致志地施展开拳脚 他知道 这温热一定是自己融合进体内的傲骨精神散发出来的 毕竟脆体片本就是与精神配套的 旭日东升 林霄阁最偏僻的小屋前 少年挥汗如雨 缓慢施展拳脚修炼 慢慢舞蹈从今日开始求索 半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 当阳开突然感觉浑身一清 再没有那种沉重之力加深的时候 便知此刻已经无法再修炼脆体片了 脆体片上说明得很明白 唯有在日升之前半个时辰 才能修炼这套拳脚之术 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 阳开一屁股就跌坐在了地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 一股紫色的气韵伴随着土吸 被卷入阳开口中消失不见 一瞬间 阳开竟有些神清气爽之感 体内似是隐隐有所动 阳开一愣 连忙细心感受起来 这一下 阳开不禁吃了一惊 气感 自己竟然已经生出了气感 也就是说 自己突破了脆体三层 已经踏足了脆体四层的境界 这个天大的喜讯让阳开着实心花怒放 自进入灵霄阁到现在 三年时间才修炼到脆体三层 可今日不过施展了半个时辰的拳脚之术 竟然就突破了 脆体进贡九层 炼的是身体 前三个层次只是强身健体 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到了第四层之后 经脉内便会生成气感 只有诞生了气感 才更深一步的修炼下去 虽说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气感 但体内还是没有元气的 只有等到脆体七层 体内才会生出少量的元气 一直到脆体九层结束 体内大周天贯通 元气初开 打通天地之桥 突破到开元净 才真正的具备属于自己的元气 开元净 才是一个舞者的起步 脆体进的一切 都是在为以后的道路 打下初步的基础 这个基础并不定型 随着一个人实力的增强 筋骨皮还会反反复复地被淬炼 直到巅峰 而杨开此刻 只不过是刚进入脆体经四层而已 出具气感 在外人看来算不得什么 但对于杨开本人来说 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本章完 第八章 前凸后翘腿子长 腹白貌美腰身细 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半个时辰便晋升一层 脆体片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 虽说这其中 也有杨开自己厚积薄发的功劳 但如果没有这脆体片 杨开相信自己 至少还要三四个月才能晋升 情绪激动之下 杨开一口气没憋住 连忙吐了出来 一股漆黑仿佛浓烟式的气息 从杨开口中喷出 污秽肮脏 直冲地面 卷起一层烟尘 这一口气吐出 杨开不禁感觉浑身都是一青 五观六感都变得敏锐许多 这是后天杂志 杨开震惊当场 脆体径的修炼 每一次晋升都会排出体内的杂志 以前杨开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但远远不及这一次的程度 无数想法和喜悦 萦绕在杨开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 虽说这一次修炼直接就晋升了一层 但根本没有发挥出脆体片的真实功效 因为杨开施展了半个时辰的拳脚 竟只展开脆体片百分之一不到的套路 百分之一就能带来这样的效果 如果全部施展开呢 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心慌摸不到热屁股 深深的思索片刻 杨开对自己以后的道路有了些许规划 虽然不全面 却不再像以前那样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时间 心绪不禁有些激荡 稍微吃了点东西 杨开才提着扫把 干起了扫地小丝的活 杨开虽然是林霄阁的扫地小丝 可也并不是 要把整片林霄阁都给扫了 他负责的地方 只不过林霄阁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 扫起来也不算太费事 基本上一个时辰左右就能做完 夏宁常站在树梢处 监察着今日林霄阁弟子的活动 不经意间 又看到了扫地的杨开 不由感觉奇怪 今日的杨开 分明有些魂不守舍 也不知在想什么 竟然在一处地方 足足扫了半个时辰 都没有离开 只把那处地面 兜兜扫得正亮干净 油光可见 只怕是一只蚊子落上去 都要崴了脚 这人 夏宁常有些哭笑不得 杨开确实是在想事情 昨日得了那么大的机缘 他自然是要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 但想来想去 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有日出前半个时辰的修炼时间 剩下的时间 自己该干些什么呢 正考虑的时候 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奔来 杨开连忙躲闪 哪知对方竟也做出了规避的动作 这一下就撞了个正正 杨开屁是没有 只是身形微微一晃 倒是撞他的那个人 只敢去撞在了一面钢板上 哀腰一声跌倒在地上 被撞的地方都有些抹了 杨开回过神来 有些歉意地看着对方 这位师弟 你没事吧 那人本还有些恼火 抬头一见 却是杨开这个没五日 被人抱垂一顿的受气包 当下火气也消散了 对这种人发火 也没什么意思 而且 这一次的事 自己也有责任 连忙摆手道 没事没事 一边说着 一边站了起来 风风火火地跑了 杨开问道 师弟这匆匆忙忙的 是要去哪 那人头也不回 远远的声音传来 去贡献堂啊 还能去哪 听他这么一说 杨开才突然想起来 今日已经是出八了呀 每月出八 便是宗门发放上月贡献的日子 所以 基本上每个月的这一天 宗门后勤处都会热闹非凡 尤其是贡献堂 无数人马蜂拥而至 都想知道 自己上月得到了多少贡献 贡献多了 自然是要换取灵丹妙药 神兵宝甲 五点秘籍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以 基本上到了这一日 灵霄阁弟子们的心情 都会相当激动 有人欢喜有人愁 杨开就是后者的一员 正在原地 杨开掐指一算 不禁有些愁眉苦脸 上个月自己得到的贡献 还是一如既往的可怜啊 扫地可以赚取十点贡献 但是上个月 被人挑战了六次 六战皆败 每输一阵 就要扣出一点贡献 这算下来 自己只收入了四点宗门贡献而已 这 这让人情何以堪 幸亏自己现在是试炼弟子 身份在灵霄阁市最底层 被击败 也只扣出一点贡献而已 若是普通弟子的话 被击败一次 就要扣出两点 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到天 想到这 杨开又是一阵庆幸不已 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 自己现在正亲黄不接 就指望着那点贡献值 维持这个月的生计呢 当下不再迟疑 连忙扫起地来 等到中午时分 杨开总算忙完 这才提着扫把 一路杀向贡献堂 经过一上午的缓冲 现在贡献堂已经门可罗雀 安静非常 这也是杨开上午 没来的缘故 上午来了还要排队 尾时麻烦得很 诗诗然走进贡献堂的阁楼 里面果然清清静静 唯有柜台后方的老头正在打盹 老头是贡献堂的掌柜 年纪大约也有五六十了 头发细白 面容和蔼 尚看去人畜无害 可杨开却是知道 这老头乃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 曾经有个林霄阁的精英弟子 在贡献堂内放肆 被这老头一指弹出几十丈 险些没把命给送掉 当时杨开也在场 正是从那之后 他才知道这个有些唯老不尊的老家伙 实力深不可测 杨开走上前去 正见这老头睡到憨处 呼噜打得震天响 嘴巴还不停地砸吧砸吧 面露一丝猥琐的吟笑 这老货 又不知梦到 哪个林霄阁女弟子了 杨开见怪不怪 拿着扫把在柜台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轻声喊道 梦掌柜 老头姓梦 具体叫什么名字 杨开不知道 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称呼他的 嘟嘟几声轻响 打搅了老头的好梦 睁开朦胧双眼 待看清是杨开之后 老脸立马皱疤了起来 仿佛见到了一坨粪便 你那是什么眼神 杨开大怒 梦掌柜翻翻白眼 怎么早上不来 杨开理直气壮 早上人多 现在正好清静 打扰我老人家的好梦 你这小子知道什么叫尊老阿优吗 杨开凑过去 低声问道 梦到哪位姑娘了 梦掌柜顿时精神抖擞 一抹嘴巴 就要对杨开说道说道 却见杨开眼露脚侠鄙夷之色 顿时醒悟过来 把柜台拍得碰碰响 你这话问的 简直玷污了老夫的清誉 真是岂有此理 身材好不 好 梦掌柜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前凸后翘腿子长 腹白貌美腰身细 嗯嗯嗯 梦掌柜连忙点头 险些把杨开引为知音 嘿嘿 杨开冷笑不语 梦掌柜娜娜不已 脸红如猴屁股 简直有些无地自容了 恨不得找个地洞直接钻下去 本章完 第九章 梦掌柜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整个林霄阁 杨开只与一人相熟 就是眼前这个梦掌柜 毕竟每个月都要到他这里来一次 梦掌柜这人有一个混后 换作梦八匹 他在林霄阁内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贡献堂掌柜 可平生最喜欢干的事 便是压榨弟子们的贡献值 原本售价十点贡献的宁血区域高 他能将两瓶卖出三瓶的价钱 手段也很简单 只不过是将两瓶的分量 装在三个瓶子里而已 爱买不买 不买滚蛋 当然 梦掌柜也不是经常干这种不地道的事 只是偶尔为之 而且他针对的对象 还是那种富裕的弟子 像杨开这等穷鬼 他是看不上的 林霄阁每一个弟子的贡献值都来之不易 怎能忍受他如此盘剥 所以 基本上每个被他坑过的弟子 都会将其告到长老会 孟掌柜也三番两次接到长老会的警告 可依然我行我素 不为所动 偏偏他这个掌柜的地位 却是雷打不动 无人能够替代 正因如此 孟掌柜此人 被无数林霄阁弟子 恨得咬牙切齿 老头对任何人都是不假词色 偏偏拿杨开没什么办法 因为有一次 他正性质勃勃盯着一个女弟子 屁股猛看的时候 被杨开当场抓个正正 唯老不尊呀 这可成何体统 被人抓到了小辫子 孟掌柜自觉在杨开面前矮了一头 也正是有了这份原因 杨开才与这老头相熟 老头好色 脸皮也厚 差那间便调整好了脸色 斜眼望着杨开道 老规矩 嗯 杨开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孟掌柜一言不发 从柜台处掏出十两银子 来丢到杨开面前 然后拿出账本寄了下来 杨开将银子收好 开口问道 我现在有多少贡献 孟掌柜翻了翻白眼 你每月结余四点贡献 每月花费一点 换取十两银子 只剩三点 如今才不过攒了区区十二点贡献 怎么 想要买一瓶宁血趋于高 不 我就是问问 杨开白手 难难道 才十二点啊 这么点贡献 连换一株有价值的草药都不够 孟掌柜的脸色严肃下来 低声道 小杨开 你想要那吸水单提升资质 我是知道的 但你这样攒下去 得攒到猴年马月 总能攒够的不是吗 杨开轻笑一声 孟掌柜无言以对 心想照你这速度攒下来 等你攒够了 老夫也死了百年 不过孟掌柜 我有一事不解 杨开眉头微皱 讲 老头摆出一副算你走运 今天我心情好的架势 洗水单这么贵重的单药 怎会出现在贡献堂 而且还没被其他人换走 嘿嘿 孟掌柜得意一笑 因为这丹药是老夫自己的宝贝 其他人并不知晓 啊 是你自己的 杨开愕然 他一直以为洗水单是灵霄阁的丹药 原来竟是他自己的 怪不得这老货 给自己开了一个天价 你也别生气 孟掌柜依然自得 拿起柜台上的茶壶抿了一口 虽然是我自己的 可也不会便宜了你 你想要 拿足够的贡献来换便是 老夫孟八皮的名号 可不是白叫的 我会攒够的 杨开点头 孟掌柜突然又变了脸色 冲杨开几眉弄眼 低声道 听说昨天 你又被人给揍了一顿 杨开瞪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 孟掌柜在后面喊道 跟老夫说道说道 先别忙走啊 这有啥好说的 孟老头 显然是在幸灾乐祸 没等杨开离开贡献堂 背后孟老头神色 突然凝重起来 盯着杨开的背影 沉声道 小杨开 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吧 林霄阁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早晚会被人打死的 杨开动作一顿 也没转身 低声叹息 我没地方可去 说吧 离开了贡献堂 孟老头双手捧着茶壶 悠悠叹息 真是何苦来由 洗水单啊 这等那天的宝贝老夫 哪里会有 只不过编个谎给你个希望而已 却没想你就当真了 杨开先是回了一趟小屋 将扫把放了下来 这才急匆匆地朝林霄阁外走去 他要去一趟林霄阁十里外的乌霉镇 今日不得已拿一点 贡献换了十两银子 自然是要采购些粮食 这也是杨开每个月都会做的事情 一路走来 杨开尽头一次没感觉到累 以前每次来乌霉镇的时候 十里路走下来 都是脸红心跳不止 气喘连连 可今日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是身体微微发热 后劲十足 杨开有信心 再走个百里 自己恐怕都不会有累的感觉 又是今生的功劳吗 杨开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早上扫地的时候 被那个不知名的湿地给撞了一下 结果自己稳稳当当 反倒是身强体壮的对方 被撞跌在地上 当时也没想太多 现在回想起来 显然有些不可思议 以自己这瘦弱的身板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被撞倒地了 从来都是自己被撞飞出去的 越想越是兴奋 今生给自己带来的改变 可真不是一点半点 这种改变一时半会还看不清 唯有日后渐渐成长起来 才能慢慢发掘出今生的强大 想得出神 一直走到乌霉镇中 杨开才回过神来 左右看了看 顺着左手边的街道走了过去 杨开要去的是 一家米航 米航规模不大 老板姓和 乃是本地的居民 小本经营 货真价实 童所无欺 这也是杨开 一直跟他打交道的原因 像这样的小店铺 在乌梅镇内比比皆是 乌梅镇也是 异常繁华热闹 因为以乌梅镇为中心 方圆百里范围内 除了林霄阁外 还有风雨楼 血战帮两个还算不错的门派 其他的小门 小帮更是不计其数了 但是这些小门小帮 只是拉帮结伙 残兵游泳 并不像林霄阁等三大门派 这样有自己的地盘 正因为这一方水土 养育了如此多的武者 所以 乌梅镇才这般热闹繁华 当然 与中都那种地方 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中都可是大汉王朝的国多 正走着的时候 杨开不经意一瞥 却发现一旁的胡同里 围惧了几个人 这几人鬼鬼祟祟的 不知在密谋些什么 其中一人倒也警觉非常 察觉到杨开的目光之后 立马一瞪眼 凶神恶煞至极 杨开轻笑一声 本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并未理会 只不过 让他有些疑惑的是 这几人中有一人看着面熟 似是林霄阁的弟子 本章完 第十章 破财消灾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不过杨开也没多想 这里是乌梅镇 离林霄阁这么近 弟子们下来活动活动 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多时 杨开便来到了和氏米航 米航占据了当街的两间屋子 生意很是红火 一个伙计 里里外外忙得不停 米航老板正在柜台上打着算盘 老板娘也在招呼客人 等了好大一会 前来买米的人渐渐少去 杨开这才走进米航内 老板娘 杨开招呼了一声 那年约四十多的老板娘 抬头一见 顿时笑了 小兄弟 又来买米了呀 嗯 杨开静止走到最便宜的糙米面前 指着米袋道 给我来一袋 老板娘应了一声 一边用布袋盛着米 一边絮絮叨叨 小兄弟你一个月来买一次 这些够吃吗 杨开道 基本是够的 撒谎 老板娘白了杨开一眼 瞧你这胳膊和腿瘦的 要不是吃不饱 哪里会这样 杨开尴尬地笑了笑 我也会去山上打练 所以还是饿不着的 柜台处看似正在专心 致志算账的老板头也不太地道 还他娘 那边有些沉迷 放着也是放着 就拿给小兄弟吧 全听当家的 老板娘笑着硬道 这怎么行 你们也是小本精英 杨开连忙白手 老板娘一板脸 有什么使不得的 反正那些沉迷也生了虫 是卖不出去的 不过当家的说 这些米虫啊 比白米还有营养呢 你等着 我给你拿去 一边说着 一边就往后躺走了过去 杨开心头五味杂陈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段时间 每次来米航买米 好心的老板和老板娘 都会多送自己一些 而且 他们也会找一些借口 诸如什么米生了虫之类的 其实那都是些上好的白米 这让一度相信 世间已无真情在的杨开 微微酸楚 谢谢河说 杨开的声音有些微颤 老板笑着抬头 孤身一人 哪个又没有落魄的时候 以后要是饿了 就到这里来 咱米航别的不多 就是米够吃 嗯 杨开低着脑袋 世上还是有好人的呀 正感慨间 又有两人来到米航 店里唯一的小二热脸相迎 都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就被当中一人一脚踹翻在地 哎呀 小二哥一屁股跌在地上 翻了个大跟头 这一下跌得可真够刺食 好半场没爬起来 怎么了 何老板赶紧从柜台处跑了出来 杨开也把小二给拉了起来 定眼朝两人看去 只见这两人满脸煞气 其中一人面色清白 手捂着肚子 看起来虚弱不堪 另外一人搀扶着他 生的是熊腰虎背 正是踹了小二一脚的那个 谁是老板 搀人的那个大吼 我是我是 何老板赶紧应道 他只是个普通商户 可面前来的这两个满脸横肉 腰配刀剑 扮相凶狠 一看便是不好惹的主 哪敢有什么怠慢 好啊 你这个黑心老板 竟然卖有毒的大米给我兄弟 你看看他现在 好好一个身强体壮的汉子 吃了你的米之后 竟然变成了这样 我这兄弟 平日里全打猛虎都不在话下 可现在眼看着 就要不省人事 你这黑心老板 只为赚钱 简直不拿人命当回事 一通训斥怒吼 只把何老板吓得面如土色 啊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那人又吼道 我怎么知道 我兄弟今早 从你这买了点米回去 煮了一锅稀饭 吃完之后就成这样了 幸亏老子当时没吃 要不然 岂不是要跟我兄弟同赴皇权 何老板额头直冒冷汗 拿衣袖不停地擦拭着 口上道 这位壮士 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误会你娘 若不是吃你的米 我兄弟怎会如此 大汉不依不饶地怒吼 杨开冷眼旁观 将一切收入眼底 何老板什么品性 杨开再清楚不过了 时不时地接济自己 白送自己东西 这样的好心人 怎会干这种事 且不说何老板 根本不会如此黑心 就算他真的是黑心商人 也断不会在自己卖的米中下毒 这是要是传开了 以后他还怎么做生意 又有谁敢来他 这里埋名 这两人找的借口 实在是粗劣不堪 根本经不起推敲 所以 这两个汉子 肯定是来讹人的 不过这手段太毒辣了一些 简直是要断人财路 杨开虽然身板瘦弱 可毕竟是个武者 少年血性 何老板又对自己有恩 哪里能看得下去 当下脸色一板就站了出来 冷声道 两位 什么 其中一人怒视杨开 脾气越发暴躁 杨开还没开口说话 何老板却连忙闪到他面前挡住了他 冲他打了个手势 缓缓摇了摇头 何叔 杨开恶然 破财消灾 何老板轻声道 杨开无奈叹息 何老板能说出这句话 分明也是看出这两个汉子的心思了 但打开大门做生意 何气生财 刚才这一番吵闹 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再纠缠下去 米航的名誉 恐怕都要败坏了 纵然知道他们 是来讹人 何老板也不得不顺着他们 只为赶紧送走这两尊温神 无奈之下 何老板也只能脸上堆笑 开口道 贵兄弟身体中毒 应该与我米航无关 一听这话 两人正欲发怒 何老板又道 不过纵然无关 既来我米航处 我和某也不能撒手不管 贵兄弟这般痛苦 叫人看得于心不忍 还是赶紧去寻医问诊为妙 当然 若是两位手头紧的话 何某可以替两位垫覆一下枕筋 这话说出来 摆明了是要破财消灾了 若这两人真是要讹诈钱财 也是会见好就收的 而且何老板这番说辞 也能让旁观人 从中推断出事情的真相 倒不于担心米航的名誉受损 可谓是滴水不漏 哪知对面两人听了 竟没有丝毫妥协的异想 掺人的那个顿时大怒 你这黑心老板 把我兄弟两人 当成打家结社的陆林盗匪了 真是岂有此理 我兄弟二人行的 正做得直 此生问心无愧 倒是你这黑心老板的 卖些毒米出来 良心何在 这话说得义正词言 掷地有声 杨开在一旁听得直撇嘴 就这副德性 还行得正做得直 此生问心无愧 何老板也是代理当场 怎么 这两人不是来讹诈钱财的吗 正不知该如何处理的时候 围观的人群中 却走出来一个翩翩少年 这少年跟杨开差不多年纪 倒是生得风神俊朗 唇红齿白 一看便知 生活条件比杨开好了千百倍 少年失失然 走到那两个大汉身边 饶有兴致地围着他们转了一圈 一边转还一边不停地砸把嘴 嘖嘖有声 旁人都不明所以 唯有杨开眼帘一缩 他突然想起来了 刚才在来的路上 好像看到过眼前这三个人 就是在那个胡同里 这个差人的汉子 刚才还瞪了自己一眼 而眼前这个少年 当时也在场 这三人不是一伙的吗 杨开突然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耍尖打滑的味道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滑的 선생 莫远婷 两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